《紀元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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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在第一十年前 我在《紀元考核》之下 就認識了這個 觀音堂的堂主第四代的掌門人 鄧老先生 我來這裡看這個環境之後 鄧老先生就叫我 看看這個風水 然後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廟這麼好 為什麼這麼冷清呢 我覺得可能由運作方面 或者環境因素方面 可能是冷清清了一點 我覺得是可以大有搞作的 鄧老先生這樣說 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如下面我們有一個物業 你去那邊看看 叫我下面看到一個建築物 建築物在對面 就是這邊 我們說過高音堂的龍脈 是順序流下來的 順序流 這個方向是坐西南向東北的 但是為什麼呢 你看到太帥廟的方向 剛剛和它相反的 怎麼能夠開一間廟 離開了龍脈 或者不是吃著龍脈 都可以開到廟 有什麼風水上的學問呢 原來我們做這個方法 這個風水局 就叫做倒騎龍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條龍在這裡順序下來呢 我們開門口 是這樣守著門口 我門口的氣口 就是這樣吃這道氣 這道氣在這裡流下來 我們風水巷 就叫做修液水 你要看到 香港的禮賓府 就是港督府 也是丟轉開龍的 所以來說 也是真正的騎龍脈 而你看到一般騎龍的地 就是要左右兩邊 都有個盒去守著 你看到上面 有些樓在補著 而下面的白虎沙 也有些樓放著我這裡 所以這座廟 都有左龍右虎的後果 我們看到一條龍脈 一直在後面走下去 走到荷里活道那裡 然後才慢慢閃到荷里活 皇席大道中 所以來說 這個局也是做得到的 所謂道騎龍局 而收得門口好 或者做廟的人 負責人行正道的話 自不然信眾 都是四方八面地來 所以廟墓現在 這十年八載的處理 很多善信 由四方八面都來這裡拜祭 所以來說 已經做到應該做的事了 十年前之間 我有一個很有趣的夢境 在未認識鄧先生之前 常常都夢到一位 三個眼睛的神人 我都不知道是誰 是誰 後來鄧先生 就交出一個地方 給我發展太歲廟的情況之後 慢慢之後才知道 根據歷史 我們知道 原來這個 就是道教的護法王天君 原來 在我們上開廟之前 菩薩接引 首先找一些護法出現 原來這個法相 就是這樣的 就是守護一個道教的山神 而我們隔邊的這位 就是呂祖先師 每一個廟都有一個主尊 或者守護這個廟的神 雖然太歲美 但是道教呂祖先師 都是很高的品位 那呂祖先師 是一個很有緣分的事 當時我們搞這個廟時 很多客人 叫做捐輸一些神像 有一位客人 他幾年來都沒有小孩子 但是捐了這個呂祖之後 他很快地不用生日之間 就是很小孩子 而生一個女兒 很活潑和可愛 到現在為止 一直健康成長 所以這個福位 亦是大大增加的 一般廟宇來說 尤其是這不是真正 一個大廟空間廟宇 只是一個方便法 所以有些地方 有些人走過 都不一定知道裡面 原來這麼大的廟宇 所以我們這裏 有一個所謂的山門 山門其實是一個圓關位 客人經過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們所謂的山門 這個山門 就是迎接客人進來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有個菩薩或主尊 在那裏看著 這個就是女祖 另外我們有個所謂道法的守護神 王天君和這個關公 這個所謂武才神 亦都是鎮住廟的條件 亦都是保護客人 他進來就得到全年的平安大吉 所以他引到客人進來 帶到他進來 拜大帥 這個菩薩的福力也很大 所以他的功德也很無量 我們這個太歲廟 這個六十太歲 原來都是一個淵源 當時我們從沒有這個地方 沒有這個空間 沒有這個財力 和一個手工師傅 做神像的空間之後 原來鄧老師先生 給了這個地方之後 在五個月之間 我們開了這個廟 這個緣分原來很奇怪 當時有很多朋友 很多客戶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很踴躍地捐輸一些錢 去捐我們捐太歲 六十太歲很短時間 不超過五個月之間 我們從沒有地方 沒有手工 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就開了這間廟 這裏六十太歲 有一個很有趣的奇怪 奇怪是什麼 就是你看到太歲 如果全世界的太歲 都是坐石頭的 而我們這些太歲 是我經過了神 有一種感應的力量 覺得既然他是一年之間的特首 所以說他不應該 只是坐了一個石頭那麼簡單 所以說他應該坐了一張籠椅 所以現在我們將他變成 每一個太歲都是坐籠椅的 就是他做到特首 所以說是升了少許職 另外做這個太歲的過程 很奇怪 我在福建 當時有個師父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師父 我身接了一手這間公司 沒有什麼生意 有沒有辦法給我一些生意 我剛剛就需要找這些工匠 所以說這麼巧 我又馬上飛去看看 他馬上試手工給我看 很快就這樣說明 但我告訴你 我說我沒有錢的 只能夠我分期付款給你 他因為沒有生意做 也都相信我的情況之下 很沒問題 我們給了很少錢的 就開始做第一批太歲 然後三月之內 他就慢慢做貨給我 我是六十個太歲 是福建 運到深圳 我是兩個三個 兩個三個 一次一次的 可以說是偷運過香港 擺到這裡 最後 這個豆母元根就很奇怪了 豆母元根最後到香港 到深圳的時候 我就推車子 打算推過關 推過關的時候 去到香港已經是十點 晚上十點半 叫車子 一直都沒有 那些應外車的 那些白牌車 從無無無無應車 想都想不到 我想一下 為什麼這麼奇怪 那麼沒辦法 逼不得已 叫的士 希望拆木箱 好像雪櫃那麼大 也希望拆木箱 慢慢擺 豆母元根這個主磚 他的媽媽 就坐過來香港過海 為什麼那個師傅說不用了 我們試試整個箱 打開車被箱擺內 誰知一分一毫都沒有 抹抹地放進車尾箱 安然地運到你 最後才能感應到 原來六十太歲 可以隨便推過來 但是 豆母元根是要坐的士 所以他的品位是比較高 而且他有些原力 不是隨便請他便到 所以這又是我們太歲廟 歷史上一種挺有趣的事 亦都說有些應驗的靈力 在這裏 太歲廟雖然主磚是豆母元根 但亦都需要我們很多菩薩 在旁邊去附載一下 因此我們這裏也供奉了觀音菩薩 這個觀音菩薩就是之前我講過的 太平山街的老觀音 當時出秦的時候 是因為有瘟疫 抬起來太重的時候 就發覺抬不動了 在清朝江水年的時候 就做了這個觀音行功 證明當時江水年的時候 上環有瘟疫 請了工長就做了這個行功 抬著這個觀音 循環了上環太平山街 做過功德法事之後 很短期這個瘟疫就沒有了 但是我們一擴充太歲廟 就在觀音堂這裡 請了這個行功的觀音菩薩 下來鎮守我們太歲廟 去保佑我們其他 進送的一切需要有求必應的事 另外我們身邊也見到 有個韋陀將軍 韋陀將軍道理上 是在佛教上 是佛教的護法神 但是因為觀音菩薩是佛道相收的 所以也有進送 他捐了錢 是他喜歡韋陀 所以就擺在韋陀菩薩 擺在觀音菩薩的身邊 因為韋陀菩薩是佛教的護法神 所以擺在觀音菩薩的方法 也是一個對的條件 所以有福力 有這樣的恩緣 放在這裡 另外我們看到 這裡有個地藏菩薩 因為地藏菩薩 以前曾經有人搞過 做供奉過 但是供奉得不太好 就雕空了 後來我們一樣 照供奉地藏菩薩 不要看他好像不太漂亮 但實際 原來菩薩不需要漂亮 是有力就可以了 在2003年的時候 有一個客人無緣無故打電話 找我去做風水事件 但他就問我可不可以趕鬼 原來他發現自己被鬼上身 當然我看完風水之後 他就跟我說一件事 他竟然在11點半的上午 在房子裡 那個女士上身跟我說話 他說他是佛家弟子 因為有一個原文關係 就寄居了這個女士身上 想做一些事去拿到香火 但女士不肯 導致女士身上有很多病痛 而這個靈界又走不了 所以他就說知道 在當年2003年的8月15日 下午三點鐘 天門開 就要我幫他求 我們這個地藏菩薩 不知道他知道 我們廟裡有地藏菩薩 是放他走 我就照樣做 也叫他當天 在下午兩點半 就來這裡跪在我們這裡 當時他就說 我不用跪 我去佛家弟子 他打坐就可以了 我們幫他念完經之後 到適當的時候 他一秒鐘之間 我們感覺到 好像一個神像 震動一下大地 突然間 我們有些得道人 有些開了天眼的朋友 就看到一陣氣 走了一群靈界 不是一個是一班 所以說 我曾經在地藏菩薩 是放過一群靈界 走了的 這也是我們這間廟 一個特別的靈事 這個地藏菩薩 身邊還有一個物件 身邊有蛇龜的古玉 這個古玉 其實是一個陪葬品 我以前有兩個時間 有兩個學生跟學八字 一個學生很喜歡玩古玉 一個學生是一個的士司機 兩個師兄弟 一個學生就把這個玉 送給這個 一個測的士司機 這個學生 這個是古玉 很像僻邪的 是送給你的 他怎麼知道 這個學生之前 他跟過黃帝仙的 一個馬啟福師傅 學過東西 他又懂一些東西 他回家 誰知道 他就拿一些 綠柚葉和乾了羊柳枝的葉 去拆掉這隻蛇龜 誰知道 這樣發生了一件事 他太太 帶了一套懷孕 待產之中 回到梁家 待產 他逢星期六 去外母那裡住一晚 半晚陪老婆 其他日子都回家 到第二星期六之後 第二天早上 他太太就責怪他 做甚麼 你做夢 發虛口夢 扮了女人聲 你不要打我了 放過我 因為他太太 不太信神靈的事 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嚇到這男生 他早上七點多 就拿了靈龜 就放在我們這裏 以後都不敢再拿 就證明這塊玉 曾經放過 給一個陪葬的 可能是一個女士 而這個靈就寄在蛇龜那裡 但他不知道情況之下 以為清潔這個瓷場 就拿了一些羊柳枝 乾枝去清洗瓷場 但因為這個靈界 已經附在裡面的時候 你去拆開它 它就很辛苦 所以來說 就得到一個很大的反應 但他沒有辦法給他知道 可能他的陽氣很足 他只能夠做一個夢境 令他這樣 讓他太太知道了 去告訴他 所以他知道這件事 就立即擺回來我們 我們這裏只能夠 放在地狀菩薩旁 就希望地狀菩薩 能夠超到他 或能夠讓他得到一個安慰 慢慢慢慢 他會知道去一個應該去的地方 為什麼呢 地狀菩薩 是有句很大的榮怨 他有句說話 地獄不空 勢不成佛 希望地狀菩薩 在我們這裏 能夠幫我們那些信眾 或有關的靈界 能夠超脫眾生 希望得到永久的超脫 是最大的福益 我們六十太歲 在這個廟裡已經齊世了 為什麼要發覺 做一個叫當年太歲呢 原來有些朋友 他可能年紀大 的關係 尤其是六十年代 七十五十年代 那些老人家 他不知道他實際是甚麼生肖 或者他父母不知道 或者他是孤兒 所以來說怎麼辦 他又拜了些 拜誰都好像不對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我叫當年太歲的神子 他可以向這一個來祈拜 為了我們想 這個神像可以永久 受香火的關係 沒有一年換一個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設計了這個輪盤 原來是太歲的輪盤 今年是套年的情況之下 到明年是農年的時候 我們只是把這個農字 轉一轉過來 即是說這個神子 永遠都可以不斷受香火 因為逢是受香火月內的神子 才是越有靈力的 所以尤其是做神像 是需要用木的做法 因為木是可以叫做萬年之精 是沒有假的 第二是可以用銅做 但是銅鑄的神像 一般來說是要皇帝 刺才行的 所以我們在廟裡 多數是用木做 而木收香火 它可以吸收香火 增加它的靈力 神就容易降臨 在這個神像 刺福給它信眾 因此我們用這個方法做 可以補到信眾 絕對得到福慧 另外看到我們身邊有隻馬 這個銅馬是怎樣 綁了很多馬腳 為什麼 因為信眾 因為我們所謂道家的法事 在道家來說 是有很多疑鬼的 很多人犯了官非 或者是無妄之災 得到一些不好的事 去纏繞著它 如果正常的話 我們可以請道家師傅 去做一些法事 去幫他請 觀音菩薩 有關的臣子 去幫他 去求他能夠消災解難 另外 我們這個馬 就是能夠做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把那些有關的事 綁在馬腳上 希望他不要告上天庭去 令到他拖一拖慢 我們就去搬一搬 其他天兵天象 和他解一下畫 希望他達到 鳳凶法吉的現象 當然如果是犯法的人 我們就無法幫到他了 一般來說 廟有幾樣東西可以供奉 我們這裡供奉 有些善信 就會敬奉長年塔鄉 而這些長年塔鄉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用來做什麼 一般來說 敬奉的泰鄉 有些人 個人 夫妻 或者合家 敬奉給這間廟的菩薩 給菩薩 一種敬奉 是完全沒有要求什麼的 當然 你有做這件事 菩薩是對你一個好感 這是一個出其心的敬奉 沒有為了其他因素 第二 若果有些人覺得 我的運氣不太好 很有意識地想做一些事情 你會看到這個轉轉轉的燈 這個叫轉運光明燈 轉運光明燈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取材於物宗的轉運筒 我們每轉一次 就等於我們念了多次經文 這樣 我們在適當的單期 我們會背一些經文出來 每一家人選了所謂的幸運號碼之後 貼了他們的字和名字 一連在同樣轉 我們有一逢是轉運的情況 就說 不好運會轉去好運 那如果好運怎麼辦 有些人又怕轉了 好運轉走了 不是 好運之後越轉越好 所以來講 希望大家不要用一個迷信眼光去看它 也達到一個心願利得的意思 自然不然合家都可以平安了 好了 另外接下來 有些人會覺得 好像我還未夠 好像嚴重了 我可能犯官非 可能覺得有些人健康的問題 老人家健康 好像進了醫院 做手術 比較嚴重的情況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叫做 升運燈 升運燈的意思是 升高你的運氣 為什麼升高 原來燈火功名 是代表我們人的磁場 可以因此而落伏 增加我們的氣場 所以這個真火 是可以令自己的充電效果 是達到抵抗力強了的意思 而這個做法 是源於我們以前古時 道家的 例如孔明 七星燈 幫 或者是 當時很多道家的師傅 去利用那個所謂燈 去做火衛儀式 去令自己增加壽緣 或者風水師傅 想那些所謂主家人的長輩 在健康方面有問題時況 去做這件事 那些點燈 都能夠達到 能夠增加福力 令到所有逢凶髮激的現象 就算有病 可能要到一個好的醫生 希望達到一個和平的境界 好 另外這個空間 我們功夫了祭公活佛 很奇怪 當時我們做這個廟的時候 從來沒有打算是其他臣子 尤其是六十太歲之外 觀音菩薩 呂祖先師之外 其他我們沒有想過去擺 原來這麼有趣 我們擺完之後 有一個位置定了出來 又適當地 在附近有一間廟叫祭公廟 它有一個人士的轉換關係 他們每兩年就會投飄一次 每一次投飄 祭公的象就捧走 新的投飄者 又捧了一個象 來受香火的做法 那時候他們剛有個脫變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一次 我們女組前面 點了香 怎知道 就攤了一個手掌的香火的形象 這個香火其實不是一個手掌 我們當時有個靈基 他不太有趣 就要做一個祭公活佛 因為有人有個時訊 要捐錢放一個祭公活佛 他說我收到一個靈力 要我做個祭公活佛 放在這間廟那裡 那我們就很奇怪 你要放就放 這樣可以 有這個地方 就拿這個地方來放祭公活佛 然後我們做了這個活佛 當我捧到它回來的時候 我們的苗竹幫我們手做事的寧姐 一看到就說 這個就是我發蒙到那個祭公活佛 他的樣子一樣 我給我一張照片你看 我看的樣子就是那種 他給我一張照片 不是看活佛的照片 他說 我早前在裝香的時候 我燒到一個香印 在女祖先師的香爐的雲石面上 是一個手掌印 原來那是一把大葵線 那一把直線 為什麼真的跟這把葵線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原來我寫了一個文章 叫做祭公活佛 祭公活佛 已經坐在那裡 也贊成我要來這裡坐 所以我們就很認真地去做我們要做的事 另外祭公活佛的身邊 因為我們很多信眾 都追求有文部相傳的現象 我們也要顧及一些聖眾 世老子讀書要聰明伶俐 因此我們左手邊第一個 左文又沒有關係 左手邊第一個是文昌菩薩 所以他拿著一支筆 希望那些小朋友擺了之後 令到那些信眾的小朋友 讀書 比較越來越好 或者明列前茅 另外 右邊這個 是華光祖師 戲行中人 或者藝術語界 我們很多朋友都來這裡擺 那麼巧 我們將那麼多神像擺完之後 到這個環境之後 就塌塌陷 一點都沒有多 一點都沒有少 我剛才說原來神像 注定要做這麼多尺寸 坐這麼多人 多個都不多 少個都不少 所以這就是這間廟的緣分 希望那些聽眾 或者觀眾 或者信眾 來到我們這裡拜之後 都得到剛才有關的神子的眷顧 導致每年能夠做到年年順景 順道平安